我们所做的一切分析准备工作最终都将落实在临盘实战上 所以需要几种高胜算的操作方法来执行经过全面分析而得到的结果 而分析结果明确 只是我们的目标股就是潜在的黑马或是牛股 这里我们对黑马和牛股做一个 定义把上升第一拐点的低点定为零点 以零点算起 所谓黑马是指10至40个交易日内上涨100%以上的突破阻力为不回调 大量顺势调整或小于5天的 其较突破的暴涨股 牛股是指3至12个月内上涨100%以上走缓慢上升通道的个股 低位操作 在大盘运行的不同阶段 个股的低位股价构成原理是不同的 低位的确定是一切操作的基础 就目前而言是净率小于1.5倍就是安全的可操作价格区域 低位是指可操作价格上下30%空间以内 此阶段因以满仓限价交易为主 具体是在可操作价格出现后半仓记录 在零点确认后满仓 必要时可以高挂狙击掌跌停榜 此时不提倡所谓的高抛低息 以免变成低抛高息 因为满仓等待获利是唯一目的 此阶段的目标股首选多拨大形态整理完毕和历史走势 大气完没有规律的三报股 其次是缩量运行 内部此浪清晰完整的个股 选择这类目标股的前提是 运行速度最快或累计跌幅 最大的处于领跌或领长板块中的技术信息最多 而价格最低或流通市值最低的个股 中位操作 中位是指零点至上 40%至70%空间 在这个区间个股已开始分化 黑马和牛股已经可以清晰地分辨 此时应结合自己的个性和操作理念及时调整吃仓 这个阶段也是最考验实战功夫的时候 此时操作黑马股应把历史走势 短期时间之窗 资金进出及获利率等综合因素 与现价和阻力区的位置关系结合起来 在拐点信号得到确认时 采取全仓一次性进出的操作方法 操作牛股应以半仓资金 在价格重合代之上或之下的第二或第三上升拐点 与量缩时介入 无需助跑就放量突破时将剩余半仓补齐 等待下一个高点或阻力区的到来 届时采取半仓出局半仓持绸的方法 来应对可能的头部或再创新高 在中卫区还有一种牛股和黑马的混合变形体 就是空头陷阱形成后 或直接放量上供导致上升速度和角度改变的 有黑马像的牛股 同样值得操作 高位操作 高位是指零点之上 80%至100%以上的空间 在这区间有的股票已经开始做投 有的股票在高位突破阻力位后还能再创新高 所以我们要及时发现究竟什么样的调整方式 才是能够再创新高的信号 调整的方式和具体形态多种多样 我们关注的重点是调整的时间 角度和幅度 即时间最短 调整角度上倾或下倾角度 小调整幅度小和下倾角度 大调整幅度大的股票 为最佳备选品种 首选信号是调整时间少于5个交易日的带量 做顺势调整或齐心整理后 第一根大阳线就巨量涨停 其次是发生在重要的价格回调带和资金成本 带上各种整理形态支撑线上的巨量涨停 再次就是整理形态 内部子浪清晰完整的压力线上的巨量大扬 或涨停突破 高位操作实际上是在搏碎后的声浪 所以应采取半仓一次性进出的操作方法 尽量不要继续追加仓位 具体就是出现信号的当日及时介入 在预先计算的阻力区内滞涨或阻力位 被验证后卖出 在大牌运行的各个阶段 都有处于低中高位的股票 理论上都有值得操作的个股 但是受制于我们的精力和能力 也许我们仅能发现其中的一小部分 更多的股票只能是欣赏 甚至在精心挑选后 我们恰恰买进了走势最弱的一只股票 诸多的遗憾始终伴随投资生活 只有不断的学习和总结才能减少这种遗憾 但是来不到我是在学习中的一只股票 也许我们剪制自筑南环市